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与系列前两作去月球群找天堂温馨的风格不同的是 本作中将有血腥凶杀和触手等克苏鲁元素的出现 近期星露骨物语的1.4版本已经在Steam平台更新 本作的在线人数这几天也飙升到两三万人同时在线游玩 在1.4版本更新中加入了超过60种全新的道具 和200多种全新的服饰以及14首新的曲目 还加入了许多新的玩法 例如鱼塘玩法 玩家们可以养殖鱼类并收获鱼卵从中牟利 还先加入了一个农场地图和一个新结局 以及更多角色事件 还在等什么 赶紧关掉视频 打开新露骨物语更新吧 Steam销量周榜又来了 在上周的秋季特惠中居然是两款硬件产品获得了前两名 分别是威慑的VR套件和Steam手柄 VR套件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半条命艾利克斯的公布 导致北美部分地区的VR套件销售一空 而Steam手柄更是一折甩卖 但是由于数量有限 相信不少同学都遭到了砍单 销量第三名则是即将在明天3号正式解锁的光环使馆掌合集 而剩下的排名中 星球大战绝地陨落的武士团 屁股时代2终极版足球经理20203款新游依旧在榜 绝地求生 只狼影视二度 那个游戏 怪物猎人世界四款游戏分别占据了第5到第8名 牧场经营模拟游戏牧场甜心上架Steam商店 涉价25元 可能有玩家刚接触这款游戏 还以为是星路谷物语 牧场物语此类的重甜游戏 其实本作算是半放之类的休闲游戏 游戏中并没有真实的牧场出现 核心玩法还是数值增长 游戏中你可以让动物配种进行繁殖得到新的品种 还可以组队武装冒险者们远行冒险来获得材料 最终将动物的产出物和探索得来的材料 加工成各种商品 生产和销售的过程挂机即可 新闻不够 免费来凑 今天为大家介绍两款免费游戏 相似风格的免费动作游戏《仪器猎人》 游戏内没有任何的内购 只有一个22元的捐助开发者DLC 游戏中玩家可以选择一个角色 用关卡中散落的武器攻击怪物 然后一条命开始闯关 解锁更多的角色和武器 游戏支持双人联机 重要的是本作的游戏素质要高于很多付费的独立游戏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免费恐怖游戏 CAD Z 游戏一共有三个章节 恶魔的契约和记忆迷狼 以及反叛的使者 三个章节分别讲述了这个年代 孩子们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 在第一章中 玩家将操纵孤独的小男孩 通过鼠标左右键或者01数字键来攻击鬼怪 在虚拟和真实世界中展开冒险 而第二章主要以设计线索为主的解谜为主 第三章则变成了一个科幻风格的跑酷游戏 游戏慌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